各位好,这里是由考拉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我是凡素。 今天继续上期农民工讨薪的话题,并且由此引申谈到中国司法改革的问题。 请到了嘉宾,依然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行辩律师的阮芳明。 上期阮教授说,四川浪中对讨薪农民工公开宣判的做法不妥当,更加不合法。 当地政府打击讨薪行为,自以为有震慑作用,有威吓作用,但是对讨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说到讨薪,阮教授说,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 追根溯源,是建筑工程中甲方的问题,是政府没钱就开工的错。 虽然刑法上有拒不支付工资罪,但是在具体案例中很难处理,这个罪名实际上被架空了。 我们来听阮教授具体谈,讨薪问题的本质。 一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千头万绪。 反正我也了解一些,欠薪成为一个完整了,为什么会欠薪? 欠薪有好多因素,尤其是在农民工比较集聚的这些领域当中,产业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建制领域当中。 那么很多像这种工程项目,都是资金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工了。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也是体制性的完整。 官员为了要突出自己的证据,你比如说,他这个手上只有一百万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财政的款格,可以拿出来。 但是他要上一个一千万的项目,因为官员都急于要把这个证据突显出来,能怎么办呢? 所以呢,这个工程要上马,那么你这个建筑公司啊,你来招投标,你投标有那个前提,就是一个附加条件。 你必须是那个变资,你不变资,不可能让你来投标,中标。 那么他不是,他的变资嘛,他自己就到处去借钱去。 你没有变资,你哪能干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变资,然后呢,他也没钱了,你那么多原材料,不是,甲方也不给你钱。 甲方总共就那么变资,最后还得,工程到那个决战了以后,有的时候他还得讨钱,老板也不容易,也得讨钱嘛。 政府还赖,你说那个那个,没钱,有钱先给你吃个三五万,先应付一下,都是这样。 所以呢,这个,为了把工程搞下去呢,所以他那个建筑商呢,建筑商也采取这个办法嘛。 他让原材料,那么到各个水泥供应商,钢材供应商,沙土供应商,沙子供应商那里,他也欠钱。 但是呢,一般的人还是愿意钱,为什么,政府工程啊,我说我讲的是政府工程啊。 所以呢,这不就是变成了一个债务那个连锁了吗? 嗯。 嗯,所以每当你比如说,好不容易从政府那里,就是甲方,要一点钱,他哪够拆那个薪水的呢? 光那个后面跟着那个,追着屁股来讨钱的人,材料商什么都有,然后他再挤一点给那个大工的。 所以这是个完整,这个决定了,那么所以后来呢,我们平反上是不一定的,这个也采取了什么呢? 现在也有办法,杭州这里啊,像沙江这里,你要弄这个工程啊,它根据工程量的这个大小,要叫你先交一笔押金,交到反正是一个政府主管部门里去。 啊,这个押金是干啥的?就是你一旦不付工权,我就拿这个押金去付了,嗯。 那如果这样子呢,也算是能够维护这个工人利益,嗯,那么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呢? 啊,我就不知道,很可能他没有实行这么个制度,或者呢,那里的那个建筑老板,本身租金就不行,或者你要再叫他,交着, 比如说,大的工程要交一两百万的押金放在那里,这个资金沉淀在那里,也不得了啊,你像一个城市那么大,那么多工地,像杭州,光那个政府收的这个工资的时候,这个押金,可能几个亿在那里,那这笔利息不是被政府吃掉了吗? 啊,我也听那个老板抱怨着说,这个钱啊,就压在那里,都不产生那个效益,所以我在讲,刑法上虽然规定了叫拒不支付,那个工资罪啊,你能处理吗? 啊,比如说碰到这种情况,他好不容易从甲方那里跑来一点钱,这个追债的多数牛毛,他只能给拿出一部分给那个工人了,啊,那么工人能不闹吗?工人也拗待不啊,所以这样子呢,就使得呢,法律上规定的这个罪名被架坑了,你能处理那个建筑商吗? 实际上追根溯源,才是甲方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时候是政府的事情,因为有头再有足,政府捧着楼子,还被政府趴屁股,现在是因为浪中这个不知道,假定说,是一个政府工程,那你是跑业吗? 啊,你逼着那个,呃,林工兄弟,无路可走,献行了,他还整个回家过年,干啥的,啊,他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啊,嗯,过激过手段确实是挺有可原的,当然从法,法院的判决来看啊,啊,我倒观察了一下,嗯,看的总体上不算重,可能就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在那里,但是这个形势非常的坏,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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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你光考虑说要,要要打击这种行为,但是你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农民工的欠薪,拿不到工钱,你让人家怎么活呢,啊,你这么公开的宣判一下,是不是就能杀住这个所谓的歪风,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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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m,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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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拿不到工钱 他倒没有走 去侵犯他人权利 跑到那个楼顶上 说要跳楼跳楼了 实际上也是没办法的 这个问题啊 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 但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了 尽管刑法上规定了一个罪名 但是不管用吗 为什么实际上追根塑源 我觉得还是建筑工程的事情 你没有钱你开什么工 说到底还是政府他应该 他没有承担 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也没有执行 他应该执行的法律 就当中这个 因为他没有 那个记者深入地去挖掘 到底是什么工程 反正我知道啊 就是有一大批这个工程 都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资金 没准备充足了就要开工 尤其是现在 尤其是现在 我们现在是把它当正面来报道 杭州是最近不是报纸上登的吗 今年要上马 六百多个工程 总投资几千个月 当然他有拉动 那个经济的这个考虑在里头 但是你有那么多钱吗 有没有那么多钱 杭州我看了一下 他的那个财政收入的数据 去年是两千 两千多一点 但是你这里 还要养那么多人头的 当时用钱的地方多 现在都银池毛粮在那里 那么未来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没有说 就是说我刚才讲的 没有听到说 不电子的工程 包括那个民营的那种房地产 企业都是这样 包括像绿城 这种大企业 大房企 都是这样 你想接我工程 对不起 你电子 那么好 你让他去电子 为什么说 现在一弄 说那个什么 非法集资那么多 就是他东界西界 为了把这个工程接到 因为他要养一大批人 自己还想赚钱 你光那个打击 这些人有什么用 你说杀一井子仔 你不从那个根子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人家那个 不付那个农民工的工钱 他是不是有钱 不付 我想有钱 他肯定也会付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也是犯罪了 那可能就是 这个老板确实没钱 或是知道一点钱 到处一分 那就不够了嘛 所以很多时候 按照我看 根子还是在政府 结果呢 你政府 或者说 这个地方政府党委 主要领导 为了扎这个风 让法院去干这个事情 法院又一次扎了合纹 结果呢 对此承万众 这个动势之敌了 还要追责 上期阮教授还提到 浪中之所以会出现 公判农民工 跟现代法治理念的缺失 有很大的关系 过去我们习惯于 把犯人当作敌人 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 对待敌人还讲上客气 这样的观念 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观念 阮教授今天要接着告诉我们 当前最需要面对的 恐怕是法治观念和政治观念冲突的问题 如果不改体制 光谈理念是没用的 现代法治理念和我们国家 目前这个主流的 这个政治理念有很多 还是有冲突 多多少少有冲突 所以呢 怎么样子从 我们国家过去的 以政治治国 转向 以法治来治国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化 但是 但是如果不在体制上进行 大的变革的话 光讲理念的转化 没有用啊 你像这个习近平讲 要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 来这个管理国家 他也提了 那下面的人为什么不听呢 我们现在再三从政治宣传上说 要几个看齐 什么看齐意识 核心意识 大局意识 政治意识 我们讲的很好的 但是你 你地方官员就统一不了 为什么 上次看一个文章说 中国就是这个诸侯政治 你下面两千多个县委司机 每个县委司机都是个小房地 所以你能 你那个法院院长能不听他的吗 因为他按照那个 党的那个属地管辖 他党组织关系是在当地的 现在是 所以中央 这次司法改革 把省以下的那个减法两长 捅到省 所以这个体制也不顺 那个减法两长 当然现在还没有真正那个捅起来 目前只是四点在走 那么减法两家归 省高院省检察院去认命了 但是他的组织关系还在属地嘛 所以你看变成两拖都能管 那么地方要他干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不干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 嗯 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是吧 那还是体制问题 体制应当下去行做 大的改动 当然这个是我们需要那个 电竞式的 但是一定要下去行改 如果不下去行改 你仍然是现行着这样的一种体制 那么你光讲要建立杂志 但是你法院院长腰杆不应 他应不起来 他不能不听地方 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了 他不能不听书记人 所以很多那个法院院长 检察长就这么多 他不听会怎么样呢 不听了 就是你按照现在这个体制 还没有捅到那个 就省以下 有省通管 他的这个乌纱帽 都掌握在地方 党委的手上 要你当你就当 不让你当 当然不是说明天你就当不成 他很快就当不成 阮教授上周还提到 政府喜欢把群众作为法律教育的对象 而其实真正应该接受普法教育的 不是百姓 而是官员 所以我接下来就问他 他这几十年里头也去过基层 给不少的官员做过培训 那么几十年下来 他的感受和观察是什么 是不是其实也并不是教育的问题 还是得从体制改革入手呢 从现在法院科班出身的 那几乎占到百分之八十 甚至更高 都有了 但是往往就是这样 就我前面提到的这种 虽然中央也发了那个 中央政法委发了 就是禁止党政干部干预司法 是吧 还创立了一个制度 就是干预司法这个记录制度 你要是打个变化写个信 或者干啥的 检法这里我就给你记上一笔 就是实际上变成你的污点 这个制度的创色还是 动机是非常好的 但是实际上 弱势下去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困难就在于 公布出来的 应该上次不是公布了吗 都是那个小喽 去给他打个电话干啥的 真正的那种强势的官员 去干预的时候呢 那是不见血的 不动声色的 也不可能给记录 所以呢就是法院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因为西方那个司法 它是独立的 谁也干预不了它 但是中国这个司法不独立 所以每每就受到干预 但是我们现在呢 又把它当成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不能提司法独立 那是西方那一套 我们不能搞三权分 所以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每每一碰到 你说现在这些科班出身的人 他难道不知道吗 都有基本的判断 但是每当 在目前的这个体制下 政治地方政治官员 要来专与你的时候 那你只能是当小席 这个没办法 你顶不住 你顶住 你能顶吗 顶住你 人家有很多方式来收拾你 那是多年前 河南的一个法官 还是个名法官吧 他判下来一个案子 他没有采纳地方性法规 他反而在判决理由当中 说这个地方性法规 因为他比较了 和中央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是矛盾的 但是地方性法规 这个是下法 这个和上法冲突了 不采用也就算了 他说你这个下法 错误 那么这样子不是 本来也没有什么 他判了就算了 结果这个判决主 给那个人大的那些 委员们看到了 说你这个 说我们错的 我们能错吗 就不是 因为法官的这个认免 是在人大 结果他启动那个动议 把这个法官给撵掉了 所以你看 这不是 他法律手续 还是在地方 所以今后就是这样 院长 院长如果今后 不改到位了以后 院长检察长 有省里头 省高院 省检察院 他是推荐 他不是认定 但法律手续还得到地方 那么你得备了地方 他就不给你认定 因为人大代表 不是都是地方的吗 我不投你的票 你没过半 不是弄得很难看 所以呢 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地方 就在目前的这个体制下 虽然省同管 目的是为了排除地方感染 但是效果究竟如何 可能才有再进一步观察 但是像你们法学建议 肯定也这么多年 不停地有呼声 就是要怎么怎么改 可能宏观的太漫长了 或者您刚才也讲说 要渐进式的 那如果眼前的 从细微处入手的话 可以怎么改呢 学界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法治成功的判本 都是西方国家的 也就是说 三权分立这种国家 所以相对来说 行政权 司法权 独立 因为他总统 权力再大 他干预不了 这个司法的某一个案子 所以这个呢 这个法治的范本 都是这种 三权分立的国家 但是我们呢 因为他有一个 预设政治前提 所以我们不搞三权分立 而且呢 批三权分立 批得很厉害 那么因此 我们目前的法治 是在现行的 政治体制和 司法体制的框架之内 所进行的 这种探索性的改革 也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法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跟我们的三十年的 经济改革一样 我们无法预测 他未来的 那个目标 到底是怎么样子 就像我们经济改革 你说 是市场经济吗 不是 虽然我们叫市场经济 叫得非常响 但我们这是市场经济吗 不是 因为很多东西 它不是公平竞争的 这个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非常强 那么同样也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司法 它是不是真正能够 完全 我只尊重宪法和法律 来处理案件 未必 因为 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之下 政治对司法的影响力 我不说干预 就是说影响力 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判一个案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能不考虑 它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 看看中国式的这个法治 未来的法治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谁也说不清 是 司法改革路漫漫 并且似乎有难以解决 甚至不敢去触碰的理论路线问题 不过近年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比如15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会法庭等 那这些具体的措施 能给大家带来信心吗 这种改革呢 是一种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说在现行的大的框架 不动的情况下 那么进行这种框架之内的 小的技术性的改革 这个相对你来说 难度小 阻力小 也容易改 但是它的那个效果 也是受到大的框架的限制 当然改革不改好 这个是肯定的 改就是使我们看到那个希望 因为习近平也多次提 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来管理国家 我们看了这个还是比较受鼓舞的 但是每每就出现一些 下面的或者也不见得 都是下面包括北京的 有一些反法治的 反法治思维的 这种现象出现 就所以就让我们感到呢 本来建立起来的信心 哎呀一下子好像又被摧毁 就是这样 所以就一会儿冷 就一会儿热 刚给鼓动起来了 满怀那个希望 浑身都是热情 结果猛然给一瓢冷水浇下来 又觉得悲观 失望 就是这样 谢谢阮教授 其实也很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 确实依法治国的信心 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 是一件件大小案子 公开透明 公正地办下来 在民间积累起来的 重建 可比摧毁 要难得多得多 好 以上就是今天考评会的内容 放松在香港 谢谢你的收听 还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因为家群的朋友比较多 我们的小考拉处理起来 需要一些时间 请大家耐心地等候 家群的办法 还是先加小考拉的微信 微信号是 newsroom0714 或者你去我们的 官方微博考评会上 找到小考拉的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就可以添加它了 然后再进行一个 简单的面试就可以了 我们在群里期待大家的出现 拜拜